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从杭州来的 深圳 两年多了 跌了一年多了 都进不来 快两年了 一年多没来了 一年多吧 还是回来上学吗 读书吧 因为我以前得的一个病毒 是在香港治疗的 一个季度 三个月就要来一次的 由于疫情原因 一年多都没来了 所以来港一开通 我就马上过来来检查 好爽 开心 只要过来 他能够上学了 我都开心 是很开心的 因为的话 很久都没见过 新同学和新老师了 我就是想尽快认识他们 所以说我昨天 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太好了 要不然我们都过不来上学 特别在家里面帮忙上学 因为虽然说是网课 但是孩子他不愿意上 就是通过网上 昨天晚上凌晨抢号 然后抢到日预约 对吧 方便就方便 就不用隔离 挺好的 先那个网上上去 他有个网址 网址上去以后 就按照他的程序 就是填表 填完以后 他就发短信 你预约成功 告诉我们第二天 要带上什么东西 就很不贴 大概二十来分钟 因为我们不太熟悉 我们的操作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看得很仔细 很快来港艺呢 因为没操作过 用了差不多一个 booked 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感谢观看